溪流对岸的山壁历史不断滚动 接着尘土飞扬 大片的山壁整片滑落 现场民众尖叫连连 康瑞淘宝带来旺盛的西兰气流 屏东来亿三天 累计雨量高达900毫米 来亿村来涉溪对岸的山坡 因为饱含水分发生大规模的山崩 水保局估计崩落的土石至少600立方米 也就是要100辆以上的大塔车才能轻引完毕 幸好当时山坡下没有祝福 没有传出伤亡灾情 不过坍塌场面太过惊人 周一上半日来意天气放晴 不少民众赶来关心 是一个爆炸的声音一样 好像是有飞弹飞过来爆炸 就蛮恐怖的 几乎聪明都跑出来看 未来的这个 一防性的一个 整治 我们要做一个通盘的一个考量 事实上三年前的凡纳比台风时 就在这次的攀塌现场附近 同样因为来涉溪对岸的山崩 土石越过河流 冲到左岸四十多户居民 当时就有部分的居民 因此迁到新来意部落的永久屋居住 但现场还留有不少住家 水保局预估因为右岸没有住户 暂时没有规划互播的工程 不过这次的山崩也让地方惊心 香港还是希望中央给予协助 来确保社区的安全 记者综合报导